原來又再一次,不小心心會唱 我最喜歡Shirley的首歌 就是想也不用想 立刻就跳出來的 是《再會》 《再會》是Shirley的第一張專輯的歌 當時我還是有做電台的DJ 我收到她的黑膠碟 會做功課 全部的歌都聽完了 我最有感覺就是裏面那首《再會》 應該是改編自日本歌的一首歌 如果我沒有記錯 應該是改編自《行李》的一首歌 很特別 因為一聽她的聲音 你不會覺得像誰 一聽這個新人就覺得她已經很有自己風格 和唱出自己的味道 真的很難 而且這首歌 你今時今日再聽完 完全你不會覺得外出的 我覺得她是 Shirley的《厲害之處》就是她的歌 如果你是不同的時代 你會覺得很好聽 而且我記得那首歌 幾乎差不多都播了很多年 直到我沒有做電台之前 我有節目做 特別在感性一點的節目 我都一定會播這首歌 我記得她上一次香港的演唱會 我有去做嘉賓 所以我很快就知道她的演唱會 我看到裡面沒有再會 我都覺得很失望 然後跟她的團隊聊 後來很開心 在臨演出前 她們再加這首歌 在裡面 謝謝 謝謝 在不同的時期聽到Shirley唱這首歌 因為在不同的時期會給大家不同的演繹的美度 所以是很值得期待的東西 她的生活 我想聽她唱《天盡頭》 因為Shirley有一首歌叫《地盡頭》 誰讓我的身為天涯極苦悶 開過天堂幻彩的大霧 我都堅持追尋命中的一半 強暗都自滿 誰讓我的生活生命被轉換 都忌憑自己從未悲觀 照情度過重 差斷 忘掉根本 心有何本 就是林直寫的 而《天盡頭》這首歌是我自己的 就是Riley林若寧幫我寫的 我覺得如果她唱《天盡頭》 我覺得就很完整了 好像整個組合一樣 還有這首歌是《人生人海》 《採德才》 Jason寫給我的歌 整首歌的氣氛 它的意境 製作 編曲 其實我覺得都很適合Shirley去演繹 我亦都相信她會處理得很好 所以我會比較想聽到她唱這首歌 我真的就很喜歡唱歌 在《天盡頭》上的嘴員哲笑 在《天盡頭》上的嘴員哲笑 在《天盡頭》上課會 在《她的夜 trading中》上課會 在《明天盡頭》下的看法 在《天盡頭》下的甜品 便說 如果我一次喜歡唱這首歌 是否在《天盡頭》下課會 那些首歌 在《天盡頭》下課稻 他說 谢谢大家